刺客山因為就是從去年的0918地震 整個道路多處的摊放以後 又加上今年的一個海灰颱風 跟消遣颱風的侵襲 導致這個是山上在競爭花季期間 整個競爭花就是兩個颱風 就把它的整個花霸整個摧毀 導致今年的整個山上的休閒農業 都沒有在營運 那這是山上農民的反應 那我們華林新政府也非常關心 山上居民的一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目前因為從去年0918震災以後 再加上今年颱風陸續造成新的災害 讓這一條上山的路真的是柔長寸斷 那我們新政府這邊就是 唯一就是說趕快加速 來把這個道路給它興建完成 道路通了以後 這個整個產業才會活化起來 遊客才會進去 那這目前那個道路的工程 我們現在已經加速進度 大概是有超前 大概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比預定進度都都有在超前 那我們希望在這一段 這個路還沒有開通之前 希望大家共體時間 那我們當然也有規劃 就是在另外一個租林府的替代道路 讓居民來做使用 那當然居民最重要還是生計問題 那因為從剛剛理事長講 從疫情這個開始到這個地震到颱風 真的是都產業真的是都沒有辦法發有效的去活絡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未來在這個金針的品牌建立上協助他 雖然移客目前短暫沒有辦法進來 但是我們希望把品牌建立 我們帶山上居民走出去行銷 讓他就是建立品牌到我們直接到後面去行銷 然後把我們東西賣出去 讓錢就讓給居民賺進來 各位 et스트 我們請發言 不忍耐 那邊 都是 有 是